ok 今天临税前来聊一个东西就是 bfc20 bfc20最近 因为比特币 价格达到了一个高点然后 相应的 bfc20也就是 呃涨了很多 嗯 bfc20相关的两个龙头一个是那个 呃 ordi 一个是这个 呃最近合伙的是这个呃 但是我要说的是大提示大家一下这个风险 呃因为你现在整个市场是就是关于 那个名文是一个比较覆没的状态前面有eths 然后之前的ordi 然后就现在这个呃其实热点是不断的 今天出现一个高点还有个原因就是在conbase上面去列出了 呃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的流动性当前来看是比较差的 我收了一下就是 就是这个名文目前的支持情况就只有 呃这样一个去这样去交易就是这样的交易的话 其实他的流动性是很差的 然后导致其实 呃价格的 嗯波动会很明显就是因为你交易交易 呃流动性很差然后导致你的交易磨擦成本很高 就很容易出现暴涨但是他并不能实际的去反映他的一个真实的价值的情况 那那个ordi 他为什么就是 嗯一开始能涨到 呃 15刀 一个然后后面去跌到跌成那样 其实因为就是因为 当时ok他入局之后他对他进行 在呃进行了交易然后就 他的交易比较充分之后就价格下跌 其实这个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呃另外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其实一个fumo的一个比较顶点的地方 呃如果你要去买的话肯定要注意一下风险 这个我觉得是 嗯 守好自己现在守着的比特币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你如果觉得风险可控你可以充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ok就讲这么多